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法 武術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包括進、推、上、落、忽遠、忽近 而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 身法和步法就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 上一課講過擒拿的一手法 如何被擒拿 如何解脫 或者在解脫之中 你繼續可以捉回對方 互相互動、互相擒拿的演變 今天說什麼呢? 我們擒拿套是一個正面 它在前面捉住我的手 如果人家在後面 或者不在我們視線範圍之內 突然間鋪我 或者捉住我的肩膀 或者握住我的衣服 我們怎樣做呢? 其實這個有多用 假設我們分開 我們夾住的時候 身體緊張 怎樣做呢? 移動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第一,把手要擴張 擴張 一擴張 對方的手受壓 自然會有少許空間出現 空間怎樣走呢? 你試一坐馬 因為我們擴張的時候 就簡直成一個三角形 如果我們是一個倒三角形 我們就不能走 如果我們是下闊 上窄的三角形 雪聲下 我就可以垂下來 有一個跑脫 走脫的機會 如果對方很高大 或者我對時做不切 完全被他 之前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 手不能擴張的時候 怎樣呢? 我們選擇 一個怎樣引開它 這個引不是引去走 而是怎樣扭一條路 我走的時候可以 倒起左 推 對 因為我們的身體擺動的時候 力量轉動得比較大 力量相大 如果它是這樣的 枯著的時候 它未必能夠 依然這樣 當我轉動的時候 它的手稍微放大了一點點 好了 這就變成我們一個 逃脫的空間 跟剛才我們說的 三角形的道理 是差不多 所以 在這邊 我要留意 第一 借助我們身體的下聚 給我們一些空間 跟我們走下來 第二 同樣動作 向下聚 轉身 就變成由背對背 他的胸對背 變成轉身 跟對方面對面 你就可以攻擊 另一個就是 對方 例如踏肩膀 而是不在外範圍之內 而是不在外範圍之內 而是我們做在這裡 因為這樣大的姿勢 向下 因為手要推著你的 你一衝前的時候 他都會向我國然 就是在這個空間裡 產生一個 帶 和引的力量 另外一個就是 前 什麼叫前 剛才我們是一個 直線的力 直線的力 我們前 就是一個這樣盤旋 那為什麼做呢 剛才是一個 用力引它走 盤旋 就是將它的關節 無論是向正 或者是向反 令到它痛 前繞著它的關節 令到它痛 好了 反轉 或者這樣反轉 它就逼它放手 那你說 我什麼時候用內 或者什麼時候用外 就視乎 第一 人的高度 第二 它究竟是站在我的背面 還是跟我的側面 也有 它站在背面的 我這個方法 它側面的 或者它本身 我移步 踏著我 這樣就是一個正向 是不是 或者它踏著我 我的素叔 他由於這樣的姿勢 我們一縮本時 變了 稍微失平 他一縮 抓住我 一縮 抓住 你一移步 它由這個步驟 要麼它跟你的步驟走 要麼它只能夠 將手放長 好了 一放長 它的重心已經掉下來了 我們一帶去 它 它容易掉下來了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好像水一樣 沒有定型 沒有定勢 隨著哪裏去 就哪裏走 所以待會 我們大家起床 練一練 我們的步法 我們的腰的轉動方法 以及我們向不同角度 怎樣大的力量 我們都要跟大家解釋清楚 好了 我們先研究一下 一個閃步的動作 準備 先擺在五谷 推 好了 還原 連到左腳 這樣為之一組 再來 一 上 二 好 我們先練一下 里如翻身的伸法 好了 身體向左邊沉下去 左腳向後射步 轉身 對了 伸回身體 好 再來一次 記住 首先 先向左邊 有一個沉肩膀 馬上去 走 起床 這個樓 一連串做完 準備 走 離成果 到齊